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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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Sir最近認識了一位朋友 他叫Daniel 是一位吊索家 他是美國人 不過在中國 他住了20年 話說陳Sir在特別節目 都市民身中認識了Daniel 兩個人一見如故 今天陳Sir就專程來到工作室 探望Daniel Daniel來自美國自家哥 20年前把鄉下搬來廣州 搞什麼啊? 搞雕塑啊? 我認為城市是藝術 當然是藝術 但仍然是藝術 所以你不認為藝術是真正的職業 為什麼? 因為沒有錢 沒有錢 錢是所有的 如果你沒有錢 的話 很難買一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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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那是廣州 對 對 對 大排檔的菜牌 樓化公園的雀龍 很多平凡生活的要素 都成為了Daniel的創作靈感 Daniel希望他的作品 可以令到老百姓都明白 你知道什麼叫街坊嗎? 知道 什麼意思呢? 歐街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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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街坊 街坊 所以 Liberty有名 這一組雕塑 名為行政中的中國 是Daniel的得意之狀 為什麼要給他起一個名字 有這樣的一個主題 叫China on the move 因為在廣州、廣東上 和整個中國這幾年 他們天天上班 沒有一個是休息的 沒有一個是休息的 不懂得動的藝術品 怎樣才可以表達運動呢? 新的東西沒人做過 一般的人民和社會很難接受 在藝術之中 你可以把屠庸的頭切割下來 也可以把手和腳互換 以此表現一種城市中的衝突 因為藝術是從現實中提取出來的 但是又有幾多人想過 令他重新回歸到平民化的解釋之中呢? 其實藝術的回歸只是需要一個電筒 聽說Daniel下個月開過展 到時各位街坊就可以親臨現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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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是HF2 要停下來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